中秋佳节即将到来 海基会14号在台中举办台商联谊座谈会 总统蔡英文以及台中市长林嘉龙也应邀出席 对于两岸关系 蔡总统表示 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决心 没有丝毫动摇 两岸关系也是双方的共同责任 海基会新任董事长田宏任 对于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渴望为两岸关系注入新机会 而针对投资环境的变化 蔡总统强调 会给予台商最坚定的支持 中秋节是团圆的重要节日 海基会趁着佳节举办台商联谊参会 市长林嘉龙和总统蔡英文也出席盛会 感谢台商对台湾经济的贡献 并表示面对大陆投资环境 政策的快速变化 对两岸经贸和台商都是一大挑战 透过台商 我们台湾的时光 台湾像一个日落的国家 能够在全世界有立足之地 都是各位 那么发挥台湾人的精神 那么在成功之后 那么也期待大家能够回来同事台湾 蔡英文表示 政府维持两岸和平稳定发展的决心 没有丝毫动摇 两岸关系的发展是双方共同的责任 期望新上任的海基会董事长田红帽 能为两岸的关系注入新契机 大家都非常关心 近来两岸关系的变化 我要重申 政府维持两岸革命稳定发展的决心 没有四号目标 在回顾国家整体的 以及人民最大组织的目标下 而蔡英文也表示 对于台商朋友的心声和遇到的困难 政府一定会做最坚强的后盾 维护台商权益 并协助解决问题 像是子女教育问题 政府也会加强各项辅导和服务机制 记者陈昭安台中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订阅